- 如果我都上完廁所很清爽的狀態應該目前... - 幹!真的很痛啊! - 大家都一直在敲碗我們的減肥計畫最後一集到底去哪了? 這不就來了嗎? 首先,開始之前先跟大家說對不起 這個企劃失敗了 所以剛剛呢,你有沒有帶著懺悔的心 從你家騎過來 - 我跟你一路都在懺悔啊 就是那種上班做錯事怕老闆罵一直裝忙的那種心情 - 懺悔怎麼在笑? 所以你剛騎車的時候是一直在騎過來的過程 然後腳裝很新、很用力這樣 - 你知道自己有糖尿病嗎? - 我不知道欸 - 不知道喔? - 這樣很可怕 - 我有時候第一餐是吃長這樣 - 這樣好嗎? - 這邊幾樓?我跳一下 - 擋到你了是不是? - 走就走嘛 - 換手,換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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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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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可是有時候 - 看你們那些留言 - 我真的覺得 -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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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應該是最後一天的體重 - 你幾公斤? - 先生 - 我覺得我 - 如果我都上完廁所 - 很清爽的狀態 應該應該 is 86公斤 - 可是你的目標是幾公斤? - 目標是 Your goal is 80 - そ Ron - 號,請上台 還記得 對不起 88.5耶 對不起 等一下 我們剛開始做這個減肥計畫的時候是多少 92 93 一度到之前最瘦最瘦到多少 85 85 其實就只差目標 大概只剩2公斤的差距 結果現在這個是怎麼一回事 這個是還沒有上廁所 88公斤耶 看一下體脂肪 26.3 這個數值 慘不忍睹 疫情關係 都在家 吃吃喝喝 好啦不要講那麼多了 我們直接進懲罰了 這個數據我看了也真的是 不知道該說什麼 教練不會教啊 身為我教練職涯生涯最爛最爛的一個學員 我想應該就是你了 這個執行力這麼低 但是身為教練的我 我覺得我必須要跟你一起 同甘共苦疑似負責 我們現在一起來 懲罰 等一下懲罰即將 進行一個慘絕人道的 拔鼻毛 把這個塞到鼻子裡 我現在 我感覺你 這份完成快塞了 好了 好 OK 我流點累了 有抽到嗎 你抽得很深 就這7個月 其實 就沒有很大的運動 然後遇上疫情 然後又去日本 大吃大喝 看到每次沒有辦法分手 而且還超過100天 喔對超過100天 然後一直裝死 大家一直留言 一直這樣沒看到 對不起 沒有我們沒有看 我們有看到是你沒看到 喔一直有看到 然後 一直這樣說沒看到 對不起 對不起 這位教練 竟然教出這種學生 我對於這個指教的生涯 畫了這個汙點 我已經今天為了一次負責 我等一下準備把我的鼻毛 全部拔光了 我不敢 太痛 我覺得那個 鼻毛拔掉的感覺是真的很痛 真的很爽耶 好啦 等一下 等一下 我可以時間還沒到 有頭髮嗎 等一下 等一下 好 你喊啊你喊 3 超賤的耶 好痛 快 這是什麼啊 好痛 你看我 你的只有一根 準備好了嗎 我剛剛已經把你的鼻子交位 嘿嘿嘿 看一下我這條線 加上我的這條 藍色毛線 我相信瑞克多的實力 應該是可以輕鬆拉過來了 怎麼準備好了 準備讓你走 走囉 等一下 走囉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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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跑步好那麼快 等一下 啊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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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幹 真的很痛 它會流鼻血啊 是濕濕的耶 欸 很有感覺 好啦 看了這麼多 鼻毛的份上 這一次的這個 懲罰 我相信也是刻苦彌心了啦 接下來 我們下一個計畫 也算是 即將重啟 因為這個 減肥計畫呢 等一下 你還有一個鼻孔還沒用 蛤 所以我也要嗎 平常對我那麼兇 好像很嚴厲一樣 其實也看不到什麼成效嘛 失敗啊 怪你啊 就是怪你 我來囉 我要跑囉 那嚴格說起來這個計畫呢 在最後90幾天的時候 有摸到就是85、86公斤的邊緣 但是很可惜的 我們的目標是要減10公斤 最後最多只減到8公斤 所以還是宣告這個計畫 失敗 我也要很抱歉 但沒關係 這個計畫已經過了 因為當時候可能有一些外在因素影響 我們有一段時間出差到日本 然後訓練有點中斷 再加上最後的飲食上 它沒有這麼忌口 還有兩條線 好啦 這不是理由 所以接下來 我們即將迎接下一個 新計畫 新計畫我們即將在3月跟4月 帶你去參加一場鐵人的賽事 那當然大家可能會覺得 欸 縫體鎖一個人 連騎車都騎到 一直抽筋的人 怎麼可能參加鐵人賽 但沒關係 我跟你講 我們接下來 真的一系列的開始 幫你規劃了訓練 從游泳開始 然後跟三項的轉換 最後會加入跑步的訓練 希望在 從現在開始 是1月份 1、2、3、4 還有完整的 3個半月的時間 希望你可以好好準備 接下來 希望你可以在三鐵賽事中 我們沒有設定什麼太高的成績目標 只要你活著回來 就還有希望 所以三月份第一場賽事呢 我們已經幫Tim逢你所報名了 Lava的一場 SUP鐵人三項 這場比賽 我擔心你現在游泳 準備到3月來不及 所以第一個項目游泳 直接Pass 你到時候會在SUP板上 然後滑一滑 滑完1500公里之後 再上腳踏車 騎完40公里 最後跑10公里 這個項目 我覺得在4月以前 就是來不及準備游泳的情況下 3月先用SUP代替游泳 對來講應該是 最仁慈的選擇了 那最後我們的最終目標 這個計畫呢 將在4月底去參加 Challenge Taiwan 515的賽事 期待在51.5的過程當中 你可以平安玩賽 我相信啦 如果連你都可以完成幾年賽事 這個世界上應該沒有什麼不可能的 因為畢竟 你有一大票 擁護的粉絲 都是看著你一起成長的 希望接下來這個 下一個週期 就是下一個企劃當中 你可以對你這個 自己嚴苛一點 好吧 只能接受了 因為我做錯事了 我要反省 我要加油 努力 我覺得我鼻皮 鼻皮 鼻皮都被拔掉了吧 好痛 好痛 我剛剛在放風吹你啊 不是 我剛剛那個 你這樣纏著 然後突然這樣 左勾拳 我真的覺得我有被打到的感覺 我真的是 好痛喔 這眼淚是真的嗎 眼淚流出來了 好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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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痛喔